再来我们要介绍LINE的2D的线指令 它的Vertex的编辑 OK 这Vert的编辑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体系好了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进度 就是说我们去执行LINE的指令 然后LINE不是可以拆成三个吗 第一个是Vertex OK VRTX这个指令 然后再来就是segment 我写这样就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Sprite 好我们讲一下 我们刚才Sprite是用什么 是不是使用LINE的 LINE这个命令吗 OK 然后编辑 那Vertex的部分呢 有两个可以先练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Flight 好 这是什么 这是圆角命令 导圆角 所以就为什么 这个Allocator的快速键 就是F开头 就是指这个Flight OK 然后另外跟它相类似 就是Tranfer ChanF Vertex的V 这叫倒角 所以我们这个Flight 就是圆角 然后这个叫倒角命令 也就是说像Allocator的快速键呢 倒角是指CHA就这样来的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那这个是2D的部分 因为我们2D是执行LINE的指令 就限制现在 那你要把它挤厚度 就是我们刚讲的 给它堆叠一个Echo命令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因为我怕你体系乱掉 知道吗 我们挤出命令才会调什么 才会调这个Amount指令呢 OK 真那样子来控制它的厚度 这样懂得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这样子调 所以我们这个 从2D到3D的部分 就体系就是这样做 OK 所以我们待会必须回到哪里 等会我们回到LINE的指令呢 等会我们去执行这个Vertex OK 等会我们用一个封闭线来做就好了 也就是说你内的封闭线 外的封闭线 如果过多的话 你把它删掉 懂得意思吗 OK 好 那我们先做单一封闭线 就可以了 来 好 所以你如果调完状态 回到上试图 那你回到这里 等会你里面的封闭线把它删掉 懂得意思吗 留下留下一个封闭线就可以了 OK 好 举个例子 那什么叫Vertex 什么叫Vertex里面的这个圆角呢 我们刚才那个Vertex的圆角 等下这个地方就一个点呢 它会拆成两个点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当你倒圆角之后一个点呢 它会拆成两个点 然后呢 它们点跟点之间呢 就会形成一个圆 这个四分之一的圆 那你看你半径要设多少 懂得意思吗 所以我们待会半径给它设定多少 那我们待会半径给它设定五好了 这样懂得意思吗 那代表说 它其实有四分之三的概念构成这个圆 然后我们就四分之一当成圆角 它会直接把它切出来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同样我们是单一的这个Vertex做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 可不可以一口气选四个 OK 好 同样这个 来 先做到这里 然后这个 这个2D如果说你等一下要继续做的话 你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懂得意思吗 比如说这个 我等一下再做举行好了 我们先回到这个 把这个Extrude把它关掉 请注意 你要关掉它 也就是说你的3D不要一直存在 因为这样2D跟3D会错乱 所以你把Extrude把它关掉 那回到2D 然后再回到Line的指令 去执行Vertex 这样懂得意思吗 一定要把这个挤出先把它关掉 当然有同样说可以先做 可是这样你层级会混乱 所以你把挤出的这个 这个开关的把它关掉 然后回到Line里面的这个Vertex命令 然后我们就这样执行这个圆角跟倒角 OK 好的回到上次图 好 你把这个点选起来 我们先选一个好了 把这个右上角这个点选起来 那选起来之后 你去执行这个GAMG的编辑 所以这个往下找 跟Outline同一个面板 知道吗 同样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GAMG的面板 对它会展开 它会展开 所以同样你这个地方就是把它推上来 好同样我们刚才讲的Outline是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看到Outline 因为你的点一个点是不可能偏移这个线的 它不会让你做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GAMG的面板底下 执行哪两个 这两个命令 这样的意思吧 OK 同样左边 同样左边直接按这个按钮代表什么 它自由控制 这边是自由的 你可以自由的倒圆角 跟自由的倒角 这样的意思吧 OK 然后右边这个面板 我们以前讲过 同样这个面板 这是什么 就是使用面板控制 同样面板控制 它有办法设定它真正的数据 这样的意思吧 OK 好 所以我们先用面板控制好了 然后等一下再自由控制 OK 好 所以面板控制很简单 你先把点选起来 第一个步骤先把点选起来 然后去执行这个 我们用那个Flight 就是所谓的这个圆角命令 把它圈起来 然后打多少 打5 Enter 有没有就倒下来 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当然了 你这个重新设定的话 你又回到上一步 好 这你要做大一点 同样说要做10 那圈起来打10 Enter 有没有就倒下去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 来控位数点一下 有没有这样就倒一个啦 好 来回到上一步 来回到上一步 可不可以一口气倒两组呢 可以啊 同样就是一口气把你要倒的部分选起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两个点好了啦 这个点跟这个点呢 给它圆角倒半径10 OK 同样那你就一口气把这两个点选起来 很简单 就这样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同样去执行这个Flight 这个地方圈起来打10 Enter 有没有 它就倒下来 这样懂我意思吗 刚好是一个格子 有没有看到 同样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一格线 跟格线之间10公分嘛 所以它就倒一个半径10 它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半径10的圆的四分之一显示而已 OK 好来换倒角 来 你把这个倒角圈起来 一样同样道理啊 同样我一口气选两个可以吗 可以 你可以单一或两个都可以 我把这两个选起来 然后去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Tranfer命令 同样你把它圈起来打10 Enter 你看到倒下去了 这样的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数据告诉我们 它的半径多少 它的半径是10 然后倒角 倒角是指说 这里跟这里的 这个Y轴距离是10 然后它X轴距离 它控制在10 同样 同样左边是一样的 OK 好 这是所谓的倒角 好 同样 那你要有一个概念 如果说你经过倒角 跟圆角的 的这个编辑之后 你如果对它Sprite 去执行Outline 同样它会用这个模式 去做那个偏移复制 就做那个偏移图 远的偏移线 OK 所以你看我如果 什么都没有做的话 你回到那个 来回到这里 回到3D Perspective 你把它按挤出 它就轻生一个实体 这样的意思吗 一个实体 OK 然后这边倒角 你看这里 是不是跟着倒角 另外一边 就圆角 那这圆角 这个圆滑曲度 可以调 我就先没有要调 同样这里 就像这样 这样的意思吗 OK 你可以按这个让它回来 OK 好 那如果你给它 做Outline的部分 它会用这个的模式 是Outline 所以你看 我如果把这个 Extrude把它关掉 然后再回到 那个Line的世界里面 就Line的指定 我们用哪一个呢 Sprite Sprite才有Outline 所以在那个 GRPT的面板 往下找 这个 这个GRPT的面板 往下找 我们执行Outline 你要先选到线 因为你现在执行 这个Sprite 所以先选到线 再给它一个值 这个值不能超过10 不然它会交错 这样的意思吗 OK 我给它打5好了 Enter 这样的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初半径打10 那如果你Outline的话 它会一直往内缩 它会一直往内键 每个都往内键 所以你不能够超 你这个距离不能超越它的半径 不然它会挤在一块 OK 所以挤在一块 它的边界就会错误 就会交错 交错的话 它这个就没有办法形成 我们那个回路跟回路之间形成面 像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我如果给它按挤出 你看它就用这个模式来挤出 内部也会跟着倒脚 看到吗 OK 来来回到上一步 来回到上一步 对 那等一下 这个过头了 我现在把那个Extro把它关掉 对 刚刚是用那个输入的方式去做Outline 所以你Line的部分在执行Sprite 然后我现在选到这里 好 对 我们刚才是使用这个 用这个键盘去打5 按确定对不对 那我现在如果用自由的呢 有时候我不要用这个 我用自由的按它Outline 同样你把滑鼠移到这里 对不对 就可以开始偏移了 按左键来往内 我们刚刚五大个字的位置 对不对 同样在往内它 你看一直键缩 你看四周的圆角是不是键缩 那如果说你键缩过度 像这样交错 这样就错了 对 这边产生一个错误 这边产生错误 这边就没有封闭跟封闭之间的计算 就会错误啊 因为它会有不可预期的错误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这样做 你把它挤出啊 你看它图就变这样 但是没有办法计算啊 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你不能超越那个 你的内部的半径 你就不能最多就到死而已啊 那死的话它会结在一起 OK啊 所以 同样你就是要 这个要做一个编辑了 好 所以你看 我如果按这个 来把关掉 然后选择Sprime 然后选这一个 好 那我们去执行这个 底下有一个Outline 然后点它对 同样你往外是OK 因为往外会永远扩张嘛 它都不会交错 可是往内要注意 你就是到这样就可以了 同样如果再进去的话 都交错就错了 所以我们大概这样 这样 这样的意思吧 OK 放开 好 那结束明天右键 那这时候你就这个 按A true 有没有 点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你说 可是我 同样如果你觉得 你的设计 你外面要圆角 然后里面要倒角 那怎么办 就你希望外面是圆角 可是里面的部分 它是 它空心的部分 是要一个倒角 这时候你要分开做 也就是说你必须做出一个 这个 矩形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编辑圆角跟倒角 然后给它先给它做Outline 给它偏移图圆 把它做进来 Outline OK 然后再分开做 就变成说外面是圆角 里面是倒角 这样懂得意思吧 就外面的部分你用那个 这个指令 Frates OK 那里面的部分你用chamber 里面的部分你用chamber 我们待会做举行再练习看看 对 你要分开做 这样才会一个圆角一个倒角 因为如果说你先做圆角 再给它Outline的话 它用圆角的方式去Outline 就会产生内跟外的圆角了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就这个道理 好 那你再试试看 当然如果说你继续给它拖曳 比如说你把这个关掉 对不对 你要Sprite 它会选这个 那概念一样 封闭跟封闭线之间 它才会形成实形 我先如果按Outline 然后再往内对不对 这样 有没有 那就变成说 这边实行这边空心 然后里面实行 可是你如果再往内注意 往内你顶多到这里 因为它进去交错就错了 你顶多这样可以了 这样懂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圆角 一定不要让它错误了 这样懂意思吧 OK 像这个情形就是 从这里开始实行 空心 实行 然后空心 OK 所以你看我如果这样推的话呢 是不是 这个先按右键结束 然后再结束这个line 再执行it true 有没有 图就变成这样 交代啥 OK 通常这是基本概念 通常先试一下 来先试试看 多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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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观看